RX-78的盾牌 基本版第一集 今天CurliteA夢帶大家來畫的是一個RX-78 模型1比144的盾牌 為什麼無緣無故畫盾牌呢? 原來很多同學網友都在問 究竟可不可以有機會我們畫一個高達出來 其實畫高達是非常好的 為什麼呢?你看一看圖片 高達是有很多不同的曲面 還有一些實體直面 如果你有機會繼續學下去 你可以自己畫到高達 也有機會我們只畫頭 不過這次簡單一點 最簡單的部分就是盾牌 現在看到RX-78的盾牌其實有很多版本 為什麼我們基本版本呢? 這集我們選了RX-78這個再版 55元在福利梅加 現在可能再去都沒得賣 你拿回來之後 我就有用卡尺 拿這把尺 量度一下它的尺寸 這把尺對於產品設計師或工程師都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了它 你連準確的尺寸都不知道 那怎樣畫呢? 現在開始了 正式先了解一下Fusion360的介面 先看看左上角 有一個很重要的按鈕 就是它的Mode Change of Workspace Change of Workspace 的一個功能 你看到我現在用英文版 因為你們就知道 如果用中文版 涉及到台灣和大陸的翻譯不一致 很多時候你會弄自己亂了 簡單一點我們用英文版 你真的不懂就塗字典 還有它有圖看的 現在這個叫做Model Mode 就是畫模型 接著你會有一個Patch 就是畫一個曲面 然後Shit Metal 就像你的電腦上面 那個盒子怎樣做的功能 下面Render 要著色 大陸叫圈炎 怎樣都好 我們都叫Render 就算了 下面Animation 做一些工程的動畫 爆炸圖 或者齒輪模擬轉動的動作 Simulation 就是模擬它的力學 或者熱學相關的一些步驟 一些情況 下面這個Manuflector 如果你家裡這麼厲害 就是CNC機 可以試試用一下 再下這個叫Drawing 就是畫一些單線圖 也是讓我讓你看到 我們用來做一個 什麼 赤寸圖的展示 一個方法 不過在這個練習 就不會教你 但你可以看到我的圖片出來 因為 如果不是 很難明白 哪個部分 用多少尺寸 現在這個Model部分 就是畫畫 記住 我們將會好像六合彩 由左至右順序排列 第一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Sketch 所謂3D 就是立體 首先有什麼 2D 或者1D Point就是1D 線就是2D 有2D之後 右 由左至右 你會看到 這些不同的功能 我不會放大給你看 放大一點 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用這些 一些輪廓 一些2D的東西 變成3D 再下我們就會有一個 叫做Modify 例如你做圓角 會尖的吉手 除了刀之外 所以我們會做圓角 這個涉及到它真實性的問題 等下Rand的時候 你會發現 很假的 如果不做圓角 這些遲些再說 大概是這樣 還有Construct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Construct 就是做一些工作平面 給它畫畫 等下都會有機會 會用到 再下一部 就是尺寸 我們要inspect 這些就不說 另外有一個叫attached canvas 我們都會用到 這個是什麼 就是貼一張照 譬如你覺得RG那張圖 我們可以看看 這張圖 這張圖是RG的尺寸圖 如果沒有尺寸的圖 一個淨頭影圖 假設你最喜歡這個 側視圖 或者正視圖 盾牌沒有這麼多 只有正視圖 你放進去參考 都無可厚非 尺寸方面 最好就是卡赤 自己量度 卡赤 這把就是卡赤 第一部 剛才講了Sketch 看到嗎 我們按這個按鈕 拉 拉 我們選這塊平面 黃色的三塊 我們選這塊 好像畫尺寸 剛才我出過一次的尺寸圖 我們現在再出一次的尺寸圖 看不看得到 全長80mm 我們現在比較專業 作為工程設計 或者產品設計師 我們會用MM 你看到80也是MM 36 13 都是 我們會先畫盾牌的造型 而我也是會畫一半 大家注意 是畫一半 我會先在這裡 這是原心 畫得比較奇怪 因為試過幾次畫之後 發覺這樣教會比較容易 我會有機會把盾牌中心線分兩字畫 一條都可以 不過大家比較容易 可以跟著我 大概畫了造型 等下我再下一些尺寸 不過大概都要認住 33除以多少 等於可以打33 接著 黃色的33 除以2 咦 打漏了 33除以2 按一下按 enter 你會看到 電腦會自動幫你計 這個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參數建模 parametric modeling 我們繼續按 剛剛不是選擇這個拉 其實上面也有 再來 拉 好 我們按了拉之後 繼續在這裡畫 這個畫錯了 其實不是16.5 我如果想改 等下再告訴你 怎麼改 我畫錯了 這裡 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等下一次改 好了 話說 16.5 其實剛才是指錯了 這個位置是不對的 大概這裡只有 20除以 在這裡改 20除以 我現在就會按一下尺寸 看著 Dimension Dimension 一按D for Dimension 指一指 這一點 這一點 再指 這條直線 拉出來 這下真正 我們按一個尺寸給他 33除以2 看到嗎 又打漏了除 先打 除以 Enter 16.5 看到嗎 整個盾牌一樣 好了 然後你說不夠 下面也要做尺寸 我現在按一下 就是Dimension 拉下來 按一下 看到嗎 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我直接指上面10mm 看到嗎 這個 就是那個10mm 我指一指 看看下面出現了D1的字 看到嗎 Dimension 1 即是說以後上面寫什麼 他就跟著 MASTER和SLAVE的關係 你看到現在10mm 然後整個高度是多少 我們都要注意幾項 先定了上面是多少 根據我的草圖 那裡是36mm 我先打到36 按Enter 然後全高是多少 現在就這樣拉也只有半高 所以按Enter 再按一次D for Dimension 直接按鍵盤的D鍵就可以了 看到這裡有一個字母 我們可以直接按D鍵 按一下上 按一下下 拉出來 那是多少 打回80 可以嗎 整個盾牌的形狀就出來了 接著我們按Stop Sketch 按Stop Sketch 就是一個平面 但我們明明是3D 現在看看頂部 看到有一個屋子嗎 按一下 你看到它變成立體 先在這裡順帶教大家 Zoom In Zoom Out的按鈕 Zoom In就是滑滑滑滑 按住中間的按鈕 經常都說要三個按鈕 兩個按鈕就很麻煩 蘋果機就是Mac機 以及PC 只用一顆按鈕 就是Ctrl和Cmd的按鈕 不一樣 待會用到我大概都會看 或者看字幕上面的字 好了 你看到了 現在我按住中間的按鈕 它就可以上下左右這樣動 看到嗎 現在我就要給它一個特徵 即是給它一個特徵 這個特徵叫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看 Extrude Extrude這個功能我們按一下 你會看到 指了它之後 一拉就有個厚度 我們就厚一點 因為等下要做些事情 多厚 隨便 16、17都好 這就夠了 因為等下我真正的厚度 如果你看到圖片 只有9mm 好了 按OK了 看到OK之後 有些人說整個棺材 沒錯 其實我畫完之後都發覺 RX-718的設計 盾牌是好像一個棺材 不過不要緊 這個跟它的設計師有關 我們現在繼續做另一件事 學會了 CREATE 即是做一個立體 我們跟著做一個叫做 DRAFT 即是斜面的一個步驟 我們這次按了之後 就選擇一個底 我們做一個參考的面 接著 選擇幾個邊 看著 不是哪邊都會選擇 選擇這邊 和這邊 接著我們就拉角度給它 看到它慢慢縮進去嗎 我們可以在旁邊看 看看右上角這個位 有一個盒子 我可以按下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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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它就縮了 我大概15度 或者20度 都沒有所謂 我先用20度 不適合還可以改 按OK 你會看到整個盾牌 就出來了 按上面的屋子 它就會轉回正常 Shift 中間的按鈕 它就可以轉回正常 看到嗎 拉 按一下拉這個按鈕 接著我們選擇側邊這一塊 看到嗎 我們就會做一個裁切的工作 這個裁切的工作 就會將整個面 切掉 接著 就讓它 像一個高達的盾牌 好 指著頂 然後指著大概的位置 大概可以按 待會也要入數 指著這裡也要 頭尾也要接著 按一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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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上面 好 放大一點給你看 連在這裡 整個都連了 看到嗎 幾條邊都連了 連多一次 怕連不清 連了 連了之後會變成橙色面 橙色一個面 大家就可以用來切割 接著我們又用一個很重要的按鈕 D for Dimension 好 按回Dimension 我們做一個 尺寸 頂上指一指這一點 和這裡的關係 尺寸大概5mm就夠了 這個是側面 記得 這裡也是5mm就夠了 打個5字 Enter就可以了 盾牌最高的位置 大約是9mm 你可以改的 自己選擇一個你喜歡的尺寸也可以 按9 Enter 那就Stop Sketch 這裡 Stop Sketch 接著我們做一個切割 很簡單 用Extrude 按E鍵就可以了 指著它 兩邊都選擇了 一推 拜拜 就完成了 整個盾牌出來了 看到嗎 頂和底 其實我沒有做一個斜面 因為盾牌 研究過盾牌沒有做那麼多 好了 搞完這裡 我們就切盾牌的另一部分 就是紅色和白色的位置 我現在準備切 也是用側邊的位置 也是選擇 Line 好了 繼續選擇這個面 那你就要注意 我現在開始 跟它圓著有一點點不一樣 大概先畫了 然後我就會再改 改一改 好了 我大概是這樣畫 這個圓著的不一樣 主要就是 做它那個 盾牌的底 又習慣 方便我做那個厚度看下去 自然一點 第二天我會有一個打直的 或者可能都要曲的 看看吧 就做一個進階版 就會做回 直的 有機會 不過你也可以照來曲都沒有所謂 現在就不解釋給你聽 總之我現在就大概做了這一堆線 你可以進入數 我建議 不然自己畫什麼都不知道 D for dimension 跟那把尺度出來的應該是4mm 就差不多了 我選4 底面也是選4 應該可以 3 可以 我按4 你看到有些位置不太適合 所以就把它移動 就可以了 接著 Stop sketch 看我現在轉了畫面再提一次 我們Shift再按中間Mose 接著你選一個功能 叫做 Split body Split body就是選一條線 把它切開兩份 先選擇 Split body這個功能之後 選了Body to split 就是整個 然後Split 2 Split 2就是那把刀直 就是那把線 就是這一條 可以嗎 你選了之後 它就會整個把它劏開兩份 可以嗎 按OK 你會看到已經變了 真的 看不看到 現在我們就會做 鏡子的部分 我們會在背面做 暫時不要問那麼多 就先看著 然後我們先在Split上選擇 2 point rectangle 就選了 選一個面 就開始 選一個尾 大概畫一個面 出來 根據我的尺寸 看一下尺寸圖 沒錯 這裡到頂大概是13mm 然後 然後 鏡子的高度 大約 你可以改的 就是5mm 大概這個位置 至於長 因應大家畫成怎樣 我轉向正面給大家看 再處理 現在暫時來看 都不是太大問題 你建議都給它一個數目 8mm 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想大一點也可以 例如8.5mm 可以嗎 可以 8.5mm 可以 甚至你說不要 我喜歡9mm 可以嗎 因為會做圓角 沒那麼貼邊 現在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 Stop sketch 我們做一件事 很奇怪的辦法 大家看著我做 有些很奇怪的動作 就留心了 先開這個body 你看到兩個東西 你看到body 這個位置 和body tool 我會改名的 先按一下 我叫Red 然後下面這個位置 我會叫做white W-H-T-I-E 現在我將會做一件事 很奇怪的 就是把紅色和白色 不是同時顯示 我會隱藏白色 你看到這個樣子 然後我會凌空切掉這個面子 看著 用的方法很簡單 大家再看一次 關燈的 white 沒有開燈 沒有顯示 接著我將它切割 切割的方法很簡單 在create 用extrude 當然是extrude 接著選這個面子 一拉 看到它就割了 割多少 沒所謂 割盡就可以了 按OK 這個時候叫white 白色 看見到嗎 就出現在這裡 可以嗎 這個一點也不難 相信你們都會做到 現在完成了 我們那個眼睛 看鏡 也不知道怎麼叫 這個鏡位 究竟怎麼辦 沒理由有一個漏洞 繼續我們會畫一些新的面子 在上面 我們會繼續用 2 point rectangle 這次留心 在正面這個位置 這個小小的面子 然後我們會對正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角落 按在這裡 拉下來 這裡比較複雜 概念 但是畫很容易 搞定之後 你記得按一個按鈕 我每次都給你看 之後按E鍵 Extrude 按這個位置 一拉就可以了 這裡你看到它隱隱約約貼 看不看得到 貼實了 很麻煩 怎麼辦 原來你不想它貼在紅色 你只想貼在白色 為什麼 我們來一看一看圖 沒錯 RX-38的盾牌是白色 鏡位也是白色 沒有理由貼在紅色 所以我們暫時會把這個紅色隱藏 你看到現在看實 有一個這麼奇怪的形狀 按OK就可以了 你看到貼實了 可以嗎 先穿紅色給你看 你看到是這樣的樣子 可以嗎 你看到我們將會 按F 也就是F 先選這個圓角 選這條邊和這條邊 按F 這條邊和這條邊 大概1mm就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按OK 然後再來 紅色那個都要的 選這條邊 選這條邊 1mm OK 你記住 不是四邊都選了 在這裡看到多少就加多少 看到已經有盾牌的鏡位在這裡 現在差兩口螺絲釘 以及底部的星星 我先選一個星星來畫給大家看 在Construct 選擇Offset Plane 為何要它浮起 我會選擇在地下這一塊 拉一個面子出來 看不看到 放大給大家看 拉一個面子出來 如果看不清楚 按右上角看不清楚 按右上角看不看到 在紅色盾牌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OK之後我就按OK了 你會看到這塊面子是凌空浮起的 接著我們就會鋪一個Create Sketch 或者你明天熟了就直接按拉 好 Create Sketch 好 選了這個面子 記得這個面子 不要選在後面 選前面的面子 你自己做的 這個面子 我們就會很簡單地畫一顆星星 這顆星星就流心了 是這樣的樣子 重點是底部是穿出來的 好 記得頭尾就連上兩條線 看不看到橙色面 隱約看到 雖然光是不太清 這個星星的邊 理論上這兩條線 斜度就是等腰三個形 不過我發覺懶懶懶 就不用太準 而且推高一點更漂亮 接著看到整個星星出來了 但是只有半顆而已 不要緊 當你畫好星星或Stop Sketch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件很簡單的 就是Extrude Extrude 選這個按鈕 接著就選這個面子 很難選的 記得按左按鈕按鈕 就是左按鈕 不要放手 左按鈕 你選Pover這個按鈕 向上推 一向上推 它會切兩樣東西 劉心聽著我說 看著這裏 Object to Cut 一按下 你會見到 Red和White 兩個都是選了 一次過切兩個 按OK 那你就會見到 整個面是切起來 看到嗎 這裡切起來 劉心最底的角 白色的部分 也是切起來 可以嗎 好了 現在就切好了半顆星星的面子 接著我們就在上面準備生一顆星星出來 我先會做一個很簡單的平面 方便大家去畫 這個平面就隨便看著 好 我們就會 按Create Sketch 看著 Create Sketch 選擇星星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按一個按鈕 叫Project 即是投影的意思 好了 投影 Project P 選擇這個投影 記得投影最底的這個位置 看到嗎 腳的位置 兩個都選擇了 選擇上面 選錯了 選擇上面下面兩個 總共看著 是兩個 看到嗎 兩個 接著OK之後 我們怎麼按 就真的按OK 你看到有個面子 可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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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這個 再選擇這個 尾 這個位置 不要太多 1-2mm 夠了 千萬不要太高 一路還要做尖位 1mm也嫌太多 原來是0.1 不要緊 0.1 不要加入 記得選擇 New Body 我放大一點 給你看 是New Body 一個新的身體 按一下 即是黃色 按OK 你會看到 多了一顆東西 在左邊 行不行 如果你沒有了這顆 Body 3 你自己檢討一下 可能要再畫 這個部分 完成 或者一顆星星的底 你看到星星 不太貼這三個型的面子 我們做多一點 你剛才用過的 這招 比較難 你留心聽著 真的做不到 你可以跳這一步 也無所謂 但最好現在就聽聽我說 現在將會在Modify 用一個叫Draft Draft 即是剛才用過的 做斜面 我們先選一個 平面來做參考 選這個平面來做參考 接著就選這顆星星這個面子 就看著 看到嗎 有個參考面的星星整顆上來 我們就不能太多 因為看到下面有警告 我們一般應該是三四度 什麼都足夠 你看到三度 整顆星星就隔起了 這裡試試看四度 看看可不可以 太多了 四度可不可以 四度可以 那你就按OK 看到整顆星星隔了出來 斜了出來 非常好 這裡做得不錯 接著我們就會做一個定點 就是做星星的頂位 我們就會在這裡 Sketch這裡 按Point 看到沒有看到有一個Point 按一下 按一下 選擇這個側面 大概這個位置 如果你想做一個尺寸 按一下D 按一下D 在這裡拉尺寸 小心不要拉錯位 比如說我喜歡8.5 我喜歡8 齊頭可以嗎 可以 按矮 8.5 可以嗎 8.5 Stop sketch 看到星星的頂位 出來了 接著我們就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這次真的簡單 就叫這樣的 如果不是Modify 是Create 看到有ctic Loft 也要用字 按住它,接著就選這個平面 然後我們就加一個什麼 看不見這裡有一個加按鈕 放大給你看 加哪一個,加剛才星星的頂位 一按就整個星星上來了,看到嗎 看到嗎,就加入 小心,等它加入的時候,三個黏著就糟了 按OK 看到真的黏著了,就出事了 不可以這樣 就要關掉白和紅 只剩下星星給它自己黏 按OK,你會看到半顆星星出來了 接著打開白和紅 你就會看到,整個盾牌基本上初型已經出來了 你說這顆星星的時候基本上都畫完了 但是你會發現,似乎這顆星星的位置未必是正確 我們就會改一改 這個教學片也教你畫錯人怎樣改 好了,你找回畫星星的位置 原來是這個圖案,你看到藍色 double click 下面這個位置,放大給你看 這個位置 double click 放細 double click 你看到藍色線出來了 神經病的星星,按這麼多才對 亂來一通 聯邦軍的標誌都不懂 在這個教畫高達 好了,調回對了,就可以了 可以了,知道是你對,你懂 按OK 你看到整顆聯邦軍的星就出來了 好多了 搞定了,接著 我們繼續做一個進階一點的 不過我都在這個基本教學裡面也教了 我們就會做這個螺絲釘 螺絲釘很簡單 看著,就指著這個面 接著我們按construct 有一個叫offset plane offset plane,按這個面 指著這裡按,再試一次指著這裡給你看到 按Left給你看一看 我會將它跌高一點 0.5mm都可以 不過你說我喜歡1mm,可以嗎 可以,你講到可以,什麼都可以 按OK 你就會發現它有面子跌了出來 接著我們就會用create sketch 或者直接按在上面畫 拉 按了拉 接著你會記得 我們先看看圖 沒錯 盾牌其實上面有個像螺絲釘的位置 這裡給大家做一些創意 就是這些東西不用畫到這麼準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設計螺絲釘的位置 唯一就是看高矮的位置 有時候太噁心也不太好 接著按Stop sketch 接著我們按Extrude 你說為什麼用來用去都有那些 沒錯,這些基本的教學 我特意用來用去都有那些招數 讓你記得 保險起見我都要把white 縮起來,因為只是做red 至於body 3現在順手 就隱藏起來,黃色 然後很簡單 就向下這邊拉過去 就可以了 你選擇 Join就可以了 看到嗎? 按OK就可以了 出現另外幾個面 body 3 我們都順手把它變成Yellow 完成 接著我們再做一個裝飾的部分 就是上面的螺絲釘 我們可以按Circle 即是C 在這裡Circle Center diameter circle 按一下 指著這個面 3.5mm 按Enter 移高一點 完成了,按E 記得嗎?E 即是extruder 好,向下拉拉 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鏡像反射 我們做MIRROR 先放大給你看 MIRROR 按一下 我們一次過把它選擇 看到嗎? 選BODY 你可以選其他的 不過這次我們選BODY 簡單一點 MIRROR PLANE 即是對稱的面 你選這個 按OK 你會看到整個盾牌出來了 我們就準備把它融合回一齊 逐步逐步來 你看到上面有Combine的小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放上去 出了術 所以經常用 其實Combine就是這裡 按這三顆點 就可以Print to toolbar 說回這裡 我們按Combine Combine 按了之後 把左和右連接 可以嗎? 再黏了 再按多次 左和右 按錯了怎麼辦? 按走再選擇 如果你說怕的話 我就選擇好一點 比如旁邊這裡選擇 很容易可以選擇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不會選錯了 按OK 還有最後的背部也是 選擇 白色的部分 按OK 你看到 三部分 只有三面 就完成了 盾牌基本上完成了 但你說這麼厚 真的像棺材一樣 人家都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 如果砌個模型就知道 它裡面是有個空殼 就是我們叫Shell 現在做一個Shell給大家看 我一部分做 先做最容易明白的地方 給大家看 Shell是什麼呢? 一塊膠其實有厚度 你現在看到了 這個功能 把它抽回胸 抽回殼 你就會看到有個厚膜 做厚度 現在我們按Shell 選擇了 抽這個面 小心 高達的盾牌 上面的面也有抽到 下面的面也要抽 選擇這三個面之後 不相信你等下自己按一下 你就知道 如果不聽我說 按1.5mm 膠的厚度看 1.5mm 按OK 你就會看到 盾牌就像樣子 這樣 做出來了 可以嗎? 懶的可以直接把這裡切起來 都可以 不過我們等我做些勤力一點的事情 好了搞定了 我就將它隱藏了 White 拜拜 接著就做Red 紅色 也是這樣 選上Shell 選了Shell 之後 選擇表面 小心 頂部我們這次不選 選這個 這個也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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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最划算 不選 也要做1.5mm厚度 然後按OK 你會看到 怎麼會這樣 對 它就有些厚度 是不是開始有模型的感覺 像是砌模型 這裡可能有一點點出錯 看看自己有沒有錯 再檢查一次 基本上可以 選對了 都是 好了 這樣 接著先縮 Red 再做 黃色也要 省皮 省膠料 也要選 1.5mm 省很少 按OK 就算了 看到嗎 已經抽好了 這些步驟 出來之後 三件 都齊了 行不行 這個還沒可以 因為背部還有掛手位 還沒做 下次我會加上掛手位 和畫背景 不過在這個完成之前 我都要做這個開槍位 眼罩開槍位 開槍位 還有做圖片給大家看 開槍位 很簡單 做CREATE SKETCH 選了CREATE SKETCH 接著 這個位置 我會做一個OFFSET 就是退入一點點 方法是這裡 看到嗎 OFFSET 下面這顆 按這個O OFFSET 按一下 指著這條線 其實按一按 就等於project了 向內移動 動多少 可能1mm 接著按OK 接著我們就把它切掉 看著如何切 都是按E 指著這裡 一拉 OK 剪掉了 看不見 出現這個形狀 接著我們就做圓角 直接做FILLECT 不說太多了 按F FILLECT 接著按1mm 這裡就可以了 接著頂 現在先做FILLECT 0.5 0.5 可以嗎 剛剛好 如果你說太密 0.3 可以嗎 可以的 就完成了 看到這個位置已經做好FILLECT 基本上盾牌已經做好了 但我們逐步每一部分都做圓角給它 現在看到整個差不多 已經完成了 我們簡單做幾條FILLECT 讓它看起來比較像 FI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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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們打0.5 FILLECT 哪些要做呢 大概碰到手的地方 其他就著亮了 很多時候我上班以前做產品設計的時候 老闆經常說畫圖都可以快 不過不知為何最後經常覺得懶 不知為何做那麼久 其實你看回現在就知道 每條邊都要自己FILLECT 電腦可以幫你一次過FILLECT 但當你有特別需要的時候 電腦有時候不知在哪些地方不FILLECT 那就更煩 好了 現在看到了 我現在選擇這些邊後 這個樣子 這些都會碰到 怕的都可以選擇 你現在看到我按的就是CTRL的鍵 就不是你按的SHIFT鍵 因為我之前已經按了0.5 所以要按CTRL來加FILLECT 按OK 接著我第二組FILLECT 就改為紅色 FILLECT 好了 FILLECT 繼續做 也可以打0.5 但再加就麻煩了 就要按 Ctrl或者Command 再加了 嘻嘻嘻嘻嘻嘻嘻 又說做不到 看看哪裏做不到 不要搞它了 這個可以不做 其他都要做 這條邊出事 最後才做 做那些重要的 在泰國裡面的可以不做 因為根本看不到 接狠 就是那些Parting Line 白色和紅色交架 最好就是做 讓它分明一點 這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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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可以做 星星可以的話做 做 太多條都縮不了 給你看 因為播放了給你看都很悶 頂部都做完 看可不可以再做一次 又不給了 那就算了 好了 就做了六角時 不要選整個面 記得 先選旁邊 等下一次過兩邊都做 你可以懶的 整個面 選這個面 選這個面 這個面 可以嗎 這樣按OK 好了 但你剛才有一個面 還沒感覺 你現在再按多一次 0.2 縮進去 按OK 好了 白色 出來 你看到一條 小褲子 看起來會比較震 現在我們做了 最重要的是黃色 黃色 你可以不做 因為都沒什麼特別 上面要頂了幾條 是刺手的 不怕 那就選0.5 簡單單 這樣就算鬼數了 好 我們現在做 做 Render 首先它也是一樣 Render 是由左至右順序 排列而成 好像六合彩 基本 首先第一個是 波波 選擇顏色 第二個是打燈 以及做背景 第三是貼貼子 如是者 一大堆 最後是按Render 我們現在就按彩色波波 按一下 有它混合 不用急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物料 我們這次選擇一種特別的 叫做Paint 就是噴油 我會選一種 整個倒進去 選一種叫做 Powder Cold Ruff 你會看到紅色 一種粒粒粒的 然後就按黃色 還有最後除非做真實版高達 所謂View Type 否則就這樣按就可以了 拉白色 不可以的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那些粒粒很粗 很假的 哪有這麼粗的 我現在順手都調整你了 Double Kick 選擇 顏色就是這個調整 比如說我不想按紅 轉一點色可以嗎 可以 轉白色也可以 看到嗎 不要弄它 按Advanced 這裡高階一點 你聽到就聽不懂就算 聽不懂就算 你Double Kick 它 你會看到 我們Zoom Out 有很多東西給你選擇 那它那裡有一個 那些粒粒的Size 不如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好 OK 接著到白色那裡 那邊 就改一下 看看有沒有效果 就OK了 Apply 你看到一粒粒會小一點 就好像這個那麼粗 3 再幼一點 好 搞定了 接著我們就做一個 背景的調節 我先把它轉為白色 按OK Render 按茶壺 它叫你Save 記得平時不像我這麼壞 畫到尾才Save 一早就有Save 我現在就Save 按OK Save 搞定了 它上載到伺服器 它就可以Render 360有點特別 它不是在機器裡面Render 那麼簡單 它可以在伺服器 Render這個按鈕 接著就選擇數 這裡 例如我喜歡1920x1080 然後選擇Final 你可以自己改 然後按Render 然後等就可以了 你看到左下角有個標誌 搞定了 它就會看到 在這個同時 我都示範多一件事 它現在在伺服器 不影響機 所以顯示卡 差一點點 沒有所謂 另外一件事 你可以選擇In Canvas Render 我們經常叫它灰色波波 你記住 除了你 360每天更新 你有機會 今天已經不是這個公仔 不過不要緊 它的名字也叫In Canvas Render 即是在Local本機的Render 即時Realtime Render 你看到它那些黑色點點 黑色點點 即是說電腦未計算好的地方 計算好的地方 就不會是黑色的 聽到很熱的電腦聲 我的機器就說死了 所以我先停了它 在這裡 同時也給你看看我之前 做的 預先做好的作品 你看到是這樣的 有點不同 我的尾部還有一個扶手 扶手留下一集 另外 預告定 我們下一集 也會有Render 你會看到 後面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裡也預告定 給你看 播放一點點 你會看到 好了 下一集 我們會有 格納褲 給你看 這個比較假 後面有點真 好 時間關係 也將另一個方法 都推介給大家 首先 影片那裡 會直接選 1920x1080 另外 你會看到 下面也差不多 我會選 Local Render 就是在基本機上 按一下 就會不停 聲音 顯示卡的需求相對高 但時間也有機會快 說時遲那時快 雖然我按了指令 但你會看到 下面也差不多 Render 開出來 這個就是高達的盾牌 你看到 就是這樣的款 你可以放大一點點來看 你會看到 那個洞洞 這個洞洞比較大 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 我們下次再提出 大家如何改 記得我是Curlite 大家有時間 記得記得 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 關注我們